順風控股今年7月曾發布公告預計 今年上半年淨利潤為6.4到8.3億元人民幣 比上年同期下降78%到83% 對於盈利下滑的原因 中國基金部引述順風控股解釋說 一方面因整體網絡資源集中於今年加大投入 導致成本增長過快 另一方面因定價相對偏低的經濟快遞產品服務 佔比提升過快 導致無利承受壓力 從二級市場表現來看 在2月18日 順風控股創下 每股124.07元的歷史新高後 股價變一路震蕩下跌 4月份順風控股一季報爆雷 即歸屬淨利潤 虧損9890億元 而2020年一季度 歸屬淨利潤盈利9073億元 公司股價4月9日開盤停跌 之後繼續回調 在7月底 曾一到達年內新低 每股54.39元 截至8月20日收盤 順風控股股價收報為58.06元 總市值為2645億元 對比最高峰每股124.37元 該公司累計跌幅高達53.3% 總市值蒸發超過3000億元 從半年報披露公司的股東數 和持股情況看 深圳明德控股發現 有限公司持股59.3% 為第一大股東 普通股股東 總數為28.6萬戶 若按蒸發市值股算 順風控股28.6萬股東 近半年人均虧損超過104萬元 順風控股在半年報中還提到 中國快遞行業 價格戰越演越烈 快遞平均單價 從2010年的每件24.6元 快速下跌至 2020年的每件10.55元 該公司8月19日公告顯示 7月單票收入為15.96元 同比下滑10.69% 而在今年1月份時 順風控股單票收入為17.26元